排層介绍 首先我们准备了 一个 MP4的影片来播放 播放的时候你要如何再使用这个排層呢 首先你必须确认 在指令模式底下 你可以播,比方说我用VLC播 播什么 在Videos底下我有一个Arduino的这个影片,你播播看 确定可以的 这一串是我们要的指令 这一串就是我们要的指令 那怎么增加 排層呢,然后我们回到排層软体里面 新增 新增 一个 某一段时间可以用的 标题 比方说我就是播MP4好了 那你注意一下 这个时间39分 现在39分 所以你至少40分才可以播 那我们现在讲的介绍可能会得上一点时间,所以我们设41 那你要执行的指令是什么 就是刚才这一串指令 这个 表示你是一个应用程式,不会在背景中乱 按加入 确定 好,这已经加入了 播完之后记得 你要再新增一个 好,杀掉的指令 你要把 VLC杀掉 不然他会一直在 你要把他 QO杀掉 42分 42分 加入 确定 这两个 等下是41分会 播是12分会 删掉 那我们再新增一个 假设你要用 Fivebox开某一个 某一个网站 那你也可以选择 好,现在已经 VLC在播了 那 我们继续做 我们开 他播一分钟以后他就会 我们 42分我们开启浏览器到这个网站 一分钟后 我们看 他正在播 一分钟后他就会把 这一个 VLC删掉 所以你要播几分钟自己算 自己算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指令 执行到什么时候 像41分嘛 42分的时候 他就会把删掉 我们看有没有 他已经删掉 然后 开启浏览器 那表示他的排程已经全部做完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可以使用 这个排程工具 叫SCHEDULED 这个程式 来做排程 这样子 你可以使用我们系统 当电视 的广告墙 或者是他会定时 去播放一些 影片 或者到网站 或者是文件 那这边 可以新增的有几个 你也可以常用的 你可以设成一个范本 这是重复播放的 这个叫重复播放 假设我每天固定 晚上早上 上学的时候 我给学生看一些影片 你就可以再固定一个时间 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固定的时间 把它删掉 这个就是我们的排程 程式 我给大家看